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听神中科 唯有你圣过一切 今天是4月5日 题目是《他的人性》 全神节在约翰福音19章28节 这事以后 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 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喝了 20年前我曾经参加过 基梅尼博士所带领的 十架七言报道事工 这是一个在周末 向年轻人传福音的广播节目 这一系列的节目 在很多地区不断重复播放 鼓舞了很多参加这个事工的教会青年 我仍然对当初为宣传这个节目 所设计的大型广告报条《记忆入身》 这个节目是以耶稣在十字架上 所说的七句话为主题 节目的宣传口号是 《一个谁死之日发出令人心醒的遗言》 当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他知道圣经里所说的预言已经应验 除了我们无法完全理解的熟灵重担 耶稣亦都经历了身体上的痛苦 他感觉到口渴 他说我渴了 有人拿海蛹浸满了醋送到他的口里面 这样应验了诗篇的预言 我渴了 他们拿醋给我喝 约翰记载话 海蛹是绑在牛塞草上面 我相信这是一个重要的细节 因为在出埃及的时候 以色列人拿着一把牛塞草 点盘里面的血涂在门尾和左右的门框上面 耶稣的死乃是如月节高阳的应验 当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 一些早期的基督徒 因为深信洛斯底主义学说的影响 竟然相信在十字架上面的耶稣 只是一个幻影 而没有真正的肉体 意思即是他的外表既然只是幻影 所以在十字架上面 他并不会像世人一样 经历肉体上的痛苦 约翰有关耶稣渴列的记载 显明了他是完全的人 也是完全的神 我们可以相信耶稣会联吻我们 因为他也曾经身而为人 故此他理解人的感受 希伯来书的作者也强调 耶稣完全理解我们 因为我们的大祭司 并非不能看出我们的软弱 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 与我们一样 只是他没有犯罪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据 来到私恩的寶座前 为要得连叔 蒙恩惠 作随时的帮助 今天的神中课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收听